昨天为您报道过一名缅甸籍的高职男学生 15号晚间与三名好友相约新北市永和区绿关公园 河滨喝酒聊天 不料却失联 直到今天上午才打捞到这名男学生的遗体 经过缅甸父亲的视讯指认 确定就是这名外籍生 只不过死者明明不会游泳 当时一同前往的友人也表示 没有看到他下水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落水了 警方还要再厘清 望着河面的背影心情很沉重 因为家属在这失踪 还盼着一丝希望 结果等到的是坏消息 15号晚间9点多 板姓缅甸籍乔轩消失在河岸边 直到17号上午11点多 才在对岸河中发现遗体 打捞上岸经确认 就是这名失踪的板姓男学生 遗体泡了近两天的水 面貌难以辨识 在缅甸的爸爸透过视讯方式 确认就是自己的儿子 只是为何会发生逆臂憾事 前世纪拍下板姓学生的最后身影 穿着白色上衣背着书包 与好友一前以后 走进了新北市永和区绿光公园河滨里 总共四个人相约吃卤味喝酒 根据有人向警方公称 当时酒后同行的女学生 因为累了先离开 三名男同学性质一来就彼此打赌 谁先游到对岸就给1000块 由于板姓男同学不太会游泳 结果另两名男学生 二话不说就跳下水 游了将近200公尺后到了对岸 走回去找板姓学生 却找不到人 回到宿舍人也没回来 就这么人间蒸发 吓得同行有人赶紧通报 消防队来搜救 研判掌退潮的情形 我们加强暗巡人力的搜索 于今日早上10点55分 于新店右岸的河床寻货 人虽然找到了但疑点重重 四者同学表示 知道板姓男同学不会游泳 也没有看到他下水 到底是何时跳进了水中 没有人知道 外籍乔生来台读书却离奇逆弊 是否因为喝酒倒置不胜落水 还是另有原因警方还有 持续聆清 接着往上讲墨语 是否才能够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